然後今天很高興我能夠邀請陳光超醫師 來跟大家分享他在人工耳 人工耳上面的一個傑出的一個成果 我告訴你如果你上TED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聽到他的演講 他是屬於 他不是台灣的醫生 他是國際級的醫師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很高興能夠歡迎他 給我們這個 謝謝各位 我今天我要講這五個題目 他告訴我這40年 那我可能要講 可能我講四年 不過我第一個我講醫師時期 我帶了42張Slide 我的一些Innovation 一些小品創業 還有我的期待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是講我的植牙 我以前我前20年 其實我是做頭頸癌的手術的 所以我到現在 還是一群病人跟著我 在茫茫人海裡面層層層層 因為這種非常authority 你沒有辦法說 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開刀開的 病人是活著的 因為病人跟著我 我都知道他沒死 癌症的病人就是要救命嘛 對不對 所以他病人沒死會跟著一群人 可是我們再去跟醫學會 怎麼樣我們說 我舉手說我病人都不會死 誰相信 所以其實我過去沒有辦法爬起來 我覺得我爬得很辛苦 雖然很認真 但跑不出來 他耳朵運作的方式是怎麼樣呢 就是深波震動的耳膜 帶動聽小骨 然後聽小骨有沒有這個馬蹄骨 震動震動 在裡面產生水波 產生電流 到這個聽神經 這是燈可以關嗎 到聽神經讓你聽到聲音 我想這個是一個基本的 那我們把這個耳瓜兩圈半的 拉出來看看 拉出來看看 拉直的 這尖端這底部 你看 高音 中音 月裡面 月低音 你可以看到 我們耳朵的運作其實是這樣 下一個 你看 就是說你剛剛 我剛剛講震動對不對 它就產生這個水波 有沒有這個水波 然後這個水波 水波在那邊震動震動 那這邊有個頂蓋 主要就是靠這個毛細胞 你看它毛細胞 因為它這樣震動的時候 它被折了 就放開折了放開折了放開 這樣會再產生電流 那電流就從那邊流過去 是其實聽神經 那也是這樣 下一張 你看它就這樣水波亂震動 那頂蓋是頂著 所以它毛會動 這是實際上的 因為這樣而產生電流 毛細胞就像這樣 它真的會動 除了水波 聲音它還會動 好 好 下一張 我們呢 眼睛是看有光的 但是我們裡面的 裡面的這個眼底的細胞 它不會發光 發光你就完了 就現在七月了 對不對 可是我們耳朵 它是聽聲音的 它真的會發出聲音 它真的有聲音 所以有些人說 剛剛也問了很多耳鳴的聲音 耳鳴 它毛細胞真的會發出聲音 我剛剛講過這毛細胞 這是讓你聽到的 一邊有三萬五千個 每十年一個Decade 少掉三千五百個 意思是怎樣 你五十歲的時候 少了一半 它開始要忙不過來了 重聽就要開始了 我們呢 我剛剛講過 高音在外面裡面在上面 從外面進來的時候 一開始是高音 當然外面是不是最容易受傷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聽力圖 你看它的8K 就是8千Hz 一百百Hz 低音到高音 typical的聽力損失 尤其是aging process 我剛剛講過 會慢慢損失 一定從高音開始 所以這個叫做Ski Slope 的Hearing Loss 這是標準的 老年性的聽力變化 我沒說是病 只是挑戰而已 這造成什麼呢 我們收音 我們電視我聽不清楚 我把它放大嘛 格數放大就聽得很大聲 它是所有的圈 啪啪啪啪去就變大聲 我們這不是啊 我們這個是 你看低頻的地方很好 高頻的地方很差 低頻 這個什麼 鈴聲 這個我就跟各位講 這個是指這個聲音 這個狗叫的聲音 大概在70分倍左右 可是呢 我要講的就是 因為它的Ski Slope 這個動物代表說 這個聲音大概有多大聲 你可以聽見 因為你高頻的聲音 是代表什麼 S 這種氣音 你低頻聽到是母音 所以呢 為什麼老人家 他老是說 他聽得到聲音 但是聽不清楚 因為 我們剛剛講過 高頻的外面 最容易先受損 所以我說 我常常說 我想你 可是你聽不見 你會變成什麼 變成我養你 你就打非所問 是不是這樣 氣音聽不見了 中文還好 中文的話 它的Speech的Area 至到3500 最停留到3500 英文的話就不行 這種音 這種音會到4000 所以 老外 比我們更需要帶竹林器 是因為 英文的音 比我們更高 更高 所以他們 更早才發現 他們耳朵有問題 就是因為 他的這個 這個 聽力的問題在這邊 那個 聽力有問題的人呢 以前呢 就會有這種問題 就要帶竹林器啊 可是竹林器到現在為止 還有很多人說 哎呀 拍看啦 當然不肯帶 到現在還在講美觀的問題 他說什麼 聽不懂嘛 對不對 他是不是舌頭有問題 不是 竹林器的效果就是像這樣 他 竹林器給他這個聲音 他學成這樣 很可惜 像比較激重度的人 你給他放 竹林器這麼大一支 放了聲音 他不是舌頭 他是聽到那樣學成這樣 很可惜 你聽不懂 那這是我們要的嗎 你再放一下 這個聲音 等一下 其實他在講這個 國語 國語啦 國語啦 我現在跟我們這邊病人都在講 不是要讓他 講清楚 講話重要的是要講流利 要講流利最重要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訓練這個病人 不過發音不清楚 其實還是有點重要 我那時候我在 我去下巷的時候 我有一個病人 跟我講說 他有氣喘 他跟我講說 只有你這個醫生最好 給我這種比較好的藥 他吸吸就好 不用脫屁 不用脫褲子 我說蛤 為什麼要脫褲子 後來終於想到 哦 原來他是要痔瘡啊 我們聽了氣喘 我給他 然後吸一吸就會好 我趕快再給他一個真正脫褲子 需要塗的 人工電子的作用原理是這樣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產生足夠的電流 毛細胞太少 所以我們把一個電極放到耳光裡面 讓它自己產生電流 讓它刺激聽神經 這是不同的 的Magazine 我是從2000年 我們 我那時候以前在振興醫院 然後他 希望能夠有人做人工電子 我就到處找很多人來 然後就不肯來 後來我說 我為什麼不能做呢 我就說 那我來做 那我是個門外漢 做了20年的 Head and Neck Surgeon 而不是做一個 Othologist 我到現在還沒有被台灣接受 所以我是一個 耳科醫師 他們還是認為我是頭頸癌的醫生而已 那我說 真的是改變會帶來一些夢想 然後就跟各位分享就是這個 來下一張 以前啊 我們剛開始 看著人家開鬥就開這樣 切頭就切這樣 大概15公分左右 下一個 你看 像真的像這樣子 這是外國的照片 這是台灣的照片 再一個 你看 真的是這樣 很大 你想想看 我們都是baby 開這樣的傷口 下一張 翻起來就是像這樣子 我當時覺得 哇 腫成那樣 我都快昏倒了 那因為我以前我做頭頸癌的嘛 所以我這邊耳癌我都開過 我把整個可以挖起來 我也不用那麼大的傷口 我都懷疑為什麼要那麼傷口 所以我那時候呢 我就覺得這是個 unnecessary的incision 下一張 你看我們去TOKYO在2014年 我們覺得他們還是開這樣 巴黎也是啊 你看還是這樣在開耶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需要這樣 為什麼 我明明就不用 可是我不敢犯那個大忌 所以我從 我都偷偷摸摸的 從 每次跟他梭丁柳公 慢慢說 下一張 因為會被罵啊 你看還有人這樣子 都可怕啊 下一張 我呢 把傷口縮到2.5公分 我那應該是世界最小的傷口了 耳瓜呢 又是兩圈半 所以我後來 我在最近十年 我就說我在二 又二分級中間在那邊尋夢 的原因就是這樣 那我這次 所以當然不是一步就到位 就慢慢一步一步來了 所以我那時候呢 我就 就是耳朵被貼起來 我們開個2.5公分 就這樣切個2.5公分 好 然後下一張 好 防好黑帶就這樣 下一張 後來傷口 就一個禮拜以後傷口就像這樣 所以到現在 我們開了700多個病人 全台灣大概只有兩 不到 差不多兩千個 我開了740幾個病人 沒有任何一個人有傷口感染 沒有任何一個 包括傷口小小傷口都沒有 我相信我這是個世界紀錄 所以呢 很多事情呢 病人沒辦法決定 所以我 我一定會開個數前說明 把他們家 大大小小 親戚朋友 能夠來通往來 因為呢 我們要一個 跟家屬要一個team 一起照顧他 那因為他不能講話 我要告訴他們 有什麼情形 什麼情形 家屬要幫忙病人做決定 這些說明書裡面 告訴我一個 很重要的message 就是說 家長最擔心的是 我現在帶一個助理引擎 還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雖然我講不好 還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可是萬一我開了人工電子 開了 失敗了 我連那一點點能夠聽到的 帶著助理引擎 聽到的能力都不見了 在我們那時候 剛剛開始做的時候 確實是如此 我們說 once implanted implanted forever 所以我發現這家長是最大的憂慮是這樣 那他們說 所謂那一點點聽力是什麼呢 正常聽力就像這樣 是這樣 下一張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就是說 我們叫做hearing preservation 雖然這個recitial hearing 不足以用 但是呢 我們家長的心態 當然我能夠留下多少是多少 所以你看 手術前的聽力是這樣 比方說這樣 開完刀以後 他仍然要維持 不然的話就跑到底了 那代表他耳朵就死了 所以這個我們開完刀以後 你看我們可以這樣 還是留著 但意思代表說 我現在人工電子 萬一今天沒電故障 我帶上助理器 他還是可以聽到 所以這個叫做 recitial human preservation 我那時候 因為聽到他們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我是沒想到 假如開完刀以後 讓他能夠繼續能聽到 不是很好嗎 可是 沒有這種東西啊 一直到2006年 我在一個演講裡面 聽到說 有人是可以這樣子 原來是可以嘗試留 可是我那時候 我很想去國外 那時候也是個澳大利亞醫生 我很想去寫 可是沒有任何人幫助我 沒辦法 那我後來想想 我後來我就自己摸 怎麼樣 我也是 每次開到的時候 每次都弄一點 終於給我摸出來說 我看完刀可以這樣 留著這樣 下一張 這個就是 這種 因為我剛剛講 愛迪生 他被打個巴掌 他就聾了 毛細胞很脆弱 所以你要放進去的時候 要偷偷地放進去 不能讓他 毛細胞知道你偷偷跑進來了 要很輕 很慢 這是要磨出來 重要的是你不能把這個弄破 破就沒了 你知道水一流出來就完蛋了 所以 所以我們 我們是用這樣的方法 所以我們後來 我的比較大的series 你可以看到 我們healing perception 幾乎百分之百 幾乎 以個別頻率來看 當然有可能 但是總看 我幾乎都百分之百 你看 有沒有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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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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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聽到 5...5...5...8... 5...5...5...8... 我也覺得我可以充分了解家長那種緊張的心情 我講一講才那 你就當開講 你開講我們就知道了嗎 對 可是我覺得真的不能這樣跟家長講 要同理心 後來我就仔細想一想 為什麼要等四個禮拜 沒道理啊 我查了所有的文獻 沒有任何提到 我唯一查到的就是 Surgeon's Manual 就是每個常常的surgents manual 告訴你說四個禮拜開機 那我要講為什麼 沒人可以告訴我 那我說我要改變 那我們怎麼樣避免它空氣跑進去 或是東西跑進去 你看這是圓窗對不對 這個K龍是什麼 玻尿酸 你們最愛的 玻尿酸我先把它蓋好 然後才把它打開 玻尿酸 你們想要就是美容對不對 我把它用來這裡 因為玻尿酸它的比重非常的重 我把它灌進去以後 所有血啊 髒啊 都浮起來了 然後另外一個我把它打開的時候 裡面水跑出來 跑不出來 因為玻尿酸很重 我們把它打開 完全不會跑出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也沒有空氣進去 也沒有水跑出來 我把電極放進去 我是safe的 所以我們這樣做以後 完全沒有空氣跑進去 我們就可以 然後偷偷把電極放進去 下一張 這個332都打到以後 我們馬上有開機 我們叫Wayga不是上的 有 有 非常好 聽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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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蹟 奇蹟 你看喔 都還貼在這裡 所以 也是因為這樣 那 因為那個 這個 國家就給我一些 所謂的國家形狀獎 這個 以前我碰到的問題就是 當我從 剛剛放進去的時候 誒 放到腦裡面去怎麼辦 有些畸形的耳朵 是會這樣 哇 就插到 有時候 就是內聽到腦裡面了 下一個 你可以看到 就傳到腦 這個電極章 就傳到腦裡面去 傳出去了 那骨頭應該在這裡面傳出去了 所以 很多 很多人就看 你的畸形的耳朵 他們都不開 不敢開 後來我想想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不是我想的 就是我們在brainstorming的時候 我在那邊困擾的時候 我一個同事 我的學生打電話告訴我 誒 為什麼要不能試試看 誒 真聰明我試試看 他下一張 他說你為什麼不把它折著 他這樣怎麼跑都跑不進去了 我想 誒 Good idea 每一個步驟你看起來都很頻繁 可是你只要把每一個 頻繁的步驟 一一做到最好 那就是一個不平衡的事情 所以這一定要 手術就是這樣 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試試看 誒可以 你知道我這樣做 一個冒險是 我要 可能要把車子拿去擋掉 萬一這樣弄 電極壞掉 我要自己賠 一個電極可是一部車 可是我那時候在 在 在 手術台上 我也沒得選 我讓他試試看 誒 可以放進去了 下一張 誒 你看 就擺成這樣 沒有穿進去了 後來擺成就穿到這裡面 所以我就因為這樣子 我跟他合作了 結果沒想到另外一個 端題先拿到 你看我們人工電影者 不是在裡面一個系統上 在這裡嗎 我們想 我的idea是 誰都不想有個東西在這裡 尤其是女生 對不對 我只要把這個東西 incorporate into your cell phone 的時候 那 那 我這樣子 傳不是問題嗎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將會是 你看我現在開了700多個 當我再出來的時候 這個病人 會不會全部要重新再開一遍 會齁 對不對 真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做 大陸我們就做得相當不錯 那我現在做的呢 你可以來想像 大陸極重度的停滴障礙 需要做人工電折的 2785萬 比台灣人口還多 現在做了僅3萬 我就扣掉 我只要2780萬 少了 有時候他已經做了3萬 可是每年他1.6萬再增加 那我現在碰到的market competitors 第一個當然是中國 中國 13億人選出來的那些 醫生頂級 醫生也都是很強的 不要以為他們不好 我們能贏他的呢 就是 我們 台灣的特色 台灣的溫度 香港是我們現在 現任裡面最大的競爭者 他用一半的價錢在跟我競爭 那個我又想到 我們可不可以做這個小耳鎮 小耳鎮呢 是他沒有外耳 也沒有中耳 有中耳啦 沒有外耳 那有的有中耳也沒有 我們在大陸啊 我八月底做了一次counseling 說明會 來兩百個 來兩百個 所以你看這樣 下一張 所以呢我們就這個叫bomb bridge 這比較簡單 你看我把鎖在骨頭上就鎖好就好了 那他會不會震動 他就可以聽到 就這樣 所以這次我們叫做bomb bridge 就手術 你們我剛剛講過啊 IT不了不起 analog比較重要 digital不怎樣 你們聽聽看 你們幹了什麼好事 我們看看cochlear implant 聽到什麼聲音 按這裡 這 這什麼 cochlear implant的人聽到是這樣 所以呢 IT technology的人不要太得意 你看 你給人家聽到這樣 看用這個 這個 你說他能聽音樂嗎 你在聽音樂這邊 beat對了 rhythm也對了 但是沒有melody 沒有melody 沒有melody 你看拍拍拍都對 沒有melody 這個在很多病人 我今天沒有 我今天 其實他講可以講更多 就是說 病人他描述 他聽到什麼 他可以告訴你 真的就是看beat rhythm 沒有melody 下一張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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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我 有史來 登最高分數的一個 篇圈 在小兒雜誌裡面 就講說 小孩子 到底有沒有可能 做pitch perception 我寫了這篇 還有路特社還把訪問來報道 下一個 路特社還報道 然後 他講這個 還來訪問我 那我們是發覺說 這些小朋友 你只要及早訓練 及早給他music 的simulation 他是有可能會聽懂的 有可能 所以 尋常說 為什麼他聽不懂 他訓練不夠 對不對 從小 你看你絕對音感 跟relative跟absolute 都要三歲 就決定了 你三歲之前有training 你就會有絕對的音感 沒有就是relative 對不對 像我們就是relative 還不見得轉 下一張 所以呢 他們聽不懂音樂 你看我抱我小孩子 我也唱耳隔給他聽啊 對不對 我想這是一個享受耶 很多人一邊唱歌 一邊抱抱抱 讓他唱耳隔 搖籃曲 給他睡 睡得多好 這是對我們而言 是信守年來 多麼容易的事情 可是對他們 這些 從小有聽損的小孩子 他們聽到那種音樂 他們能夠學嗎 那是不行的耶 所以我說下一步 我們 我希望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在平衡 我們要蓋那個醫院 我說要蓋的是國際級的 國際級的話 不是說病人多 就叫國際級 一定要是 clinical service 要research education跟training 要三方面 通通都要考才行 所以我現在 就先把它定位 我告訴他們說 在這research的institute 的裡面 的第一個focus 我想我們就要做 music的research 如何讓他們能夠 在這些人 仍然能夠讓他們下一代 也能夠在他們懷裡面 聽著耳科睡覺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就講到這邊 我們希望給孩子 留下一個未來 因為我也跟徐旭東講 讓愛遠慘 謝謝 所以他給我一個獎